我不是给你催 你的钱我一分不动 那就换我这个 我这个不够的话 我有后台 大意有晃有后台 现场只能向大妈表白 大妈也是乐得合不拢嘴 生怕委屈了大人 就是配我 你是个曲子 千万别委屈子 原以为俩人都这么成了 结局却出现了反转 咱们往下看 72岁求大呀 老伴一年前去世 自从老伴去世后 大一看到家里的物件 就想起老伴 家里环境实在带不了 于是大爷就卖了房子 住在了女儿的空房里 换了环境后 大爷状态好了很多 但女儿还是不放心 每天都会开车给大爷送饭 这一周六天都送五天饭 一天一个电话 你自己不会做饭吗 他不让你做呀 到点了 爸 求饭了吧 女儿周到体贴 担心父亲独自在家孤单 就替大爷报名找个老伴 小伙伴其他有说话 老伴的 就找个枝头枝 没事 老两人上边溜的溜的 挺好 冬天了 上海南大爷 一个是有缩宝 既然有房子 反正再有演员 也行 了解到大爷的标准 红娘找到了68岁 有房有劳保的李大妈 大妈性格温柔平和 可能和她年轻时 在客运公司上班有关 那时候呢 车上人可多可多的了 碰到岁数大 我都伤了年轻年老师 你家也有啊 你就是岁数大 你都有爷爷 男的啥他都干 那么大岁数 你站一会儿 叫他坐一会儿啊 我都伤了他 万他也站了 没什么人得伤的 你同样就说 你给他样子做 他多大岁数了 人家能给你样 也不给你样啊 你是啥 能说话那么酸呢 你们长作也是很少发气 从来就没发过脾气 大妈在工作和生活中 从来没发过脾气 那和球大爷两人 见面会怎么样呢 演员是没问题 丑相也挺好 我感觉那时候多年轻 差点 从个人啊 从演员人啊 上身体状况 差点 你是觉得身体是咋的呢 太胆了 那大人应该是绑胖了好看 大爷觉得大妈太瘦 不太来电 大妈觉得大爷挺年轻 而且对于房子 是大爷姑娘的 大妈说 只要有住的就行 你有住地方就可以 我不在乎说 这是我的房子有多大呀 或者是咋 我都不在乎呢 只要你有住地方 不论是谁的都可以 就是说实在没有住地方 我那实验室屋小点 还可以吧 住两个人还可以 听到大妈的说法 大爷也转变了一些态度 俩人也就坐下来聊 那你还有啥负担呢 我孩子没有负担 我一儿育 条件都好 都没有 孙子和外孙子都上大学了 都出现了 行 这个没负担呢 这个过我们俩 老金生活 为这儿的 大妈现在没啥负担 大爷很满意 聊到兴趣爱好 大爷不抽烟 不喝酒 大妈相当满意 那我是100个满意 这个是我第一个硬角 就这一步抽烟不喝酒 那时候我就强行 大爷没有不良习惯 大妈对住房没要求 但俩人要是成了 大妈有啥要求呢 几个在一块呢 就啥要求啊 或者干什么 纹着头啊 我没啥要求 就是说 我感觉吧 就是要有眼缘 别的都是小事 公共是三千二 三千块钱 我感觉够花是 不够花我就花我自己一点 那自己那钱留 她干啥 我姑娘儿子也不要 我看着眼的 你挣三千二百块钱 你挣三千块钱 我也感觉挺好 大妈也是看一元 看上你了 工资都是小事 你的不够还有我的 大爷一听 凡是有后台的 此时此刻必须直冷起来 你那个钱嘛 就我不是给你出 你的钱我一分不动 那不点 就换我这个 我这个 不够的花吧 我 有后台 不够玩呢 玩玩我就拿笔 说这个月咱们有一份礼 一千块钱 那剩两千块钱 不够花呢 我毫不犹豫的 我就拿 我不拿钱到为这儿 大妈的话听着舒服顺心 但颜值差点是 行还是不行 大爷陷入了纠结 你今天就做啥来讲嘛 还有个挑嘛 一个脸嘛 这儿呢 哎呀 先留个电话吧 那先留个电话 你这头是啥意思呢 你自己这头决定 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 我明天再给你介绍 而不是那种莫灵良可的 这样对人家大姐也是一种伤害 您大姐也得成一场夜来找伴的 这出出吧 嗯 就是过家 你就放心吧 就这儿呢 这一点你就放心放死心的 大爷让红娘放死心 保证不会为了延迟反悔 也当面给大妈表决心 我是没啥意见的 我当面给表态了 出出吧 大姐对大姐的印象咋样 我看是挺好的 得这么说 各方面吧 都不错 呃 就是配我 你是不是屈点了 这啥屈屈 其实你应该找年轻的 我真说实话 别看咋来今天坐着的 我就感觉你长得太年轻了 看她挺好 挺实在的人 你千万别委屈的 说你 听到大人的决心 大妈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口水差点流出来 还一个劲的给大姐戴高帽 大妈性格好 处处为别人着想 正在这时恰好赶上 大姐女儿来送饭 等我们要牵手成功了 你就不能给送饭了 多长老啊 我们老了没有啥 说时尔做点好吃的 都过来吃 她多好啊 我还开心 通过一小天的接触 俩人感觉都很不错 红娘也就想的 第二天带大爷去大妈家这阵门 没想到紧隔了一晚 大爷这头就反悔了 考虑一行 一行没事 总感觉就是 这个眼儿吧挺重要 哥们都挺好 就眼儿差点 昨天那个大姐这头 也不跟你说了吗 说那个如果不行的话 就直说 说别委屈你啥的 然后咱这个话还表达了 为人处事啥的 都挺满意的 就想一样的 就怎么怎么一宿就变 有一天就是 你一行的吧 你家后边人没有多时间了 所以应该珍惜后几年 要眼儿 要合适的话 就能够干什么 心情好点 反正 我买点东西到女平家看看 跟大姐姐姐说道歉 考虑了一晚上 大爷还是觉得长相重要 不打算和大妈交往 于是买了水果 当大妈面解释 是不是给人来点 大哥 你妈呀 大哥 来还得拿东西 不拿东西 不要你进屋 不行 这么香啊 红娘一进门就闻着香味 原来大妈得知大爷要来 特意炸的带鱼 炖的排骨 大爷挺不好意思 对不起你 真的 看着热情的大妈 想想自己来的目的 你大妈会怎么想呢 大大姐 我给你先让大哥先坐着啊 然后我这头 我跟你单独闹闹 跟我单独闹闹 行 昨天你俩不是 就是成了吗 打算决定相处相处吗 然后今天早上 不是决定 就是带大哥来你这看看吗 我早上去接大哥的时候 大哥都买好水果了 但是大哥这头 我觉得还是 你俩还是当个朋友 行 有点不合适 大哥觉得演员差了点 没关系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你不论找谁 这边得有缘分 没有缘分 婚姻这种 没有缘分是不行的 说你相逗我了 我也相逗你了 得这样事的 我啥都想得开 我不说了吗 对我来说 啥都不是事 行 只要你这头心里 没有不得心 没有没有 丝毫都没有 大妈的宽容理解 让红娘的心放下了 说话间饭菜正多了 饭桌上大爷 也就把话说开 晚上吧 晚上一回休 眼神确实吧 有点差距正的 那边是不好意思啊 我点事实 大哥这你 你别不好意思 你也别自觉 有点悠悠广断的 没事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我现在递不住了啊 不用道歉啊 你要道歉 我还不好意思 大爷虽说 前答应后反悔 但办事也 还是有始有终 大妈善解人意 怕大爷心里不得尽 还宽慰大爷别自责 这态度 这性格 相信大妈很快 就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好了 这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白了个白 啊